但是因為你在第一季的時候 其實那個哭的鏡頭 蠻多的耶 蠻多的對不對 然後有因為這樣被罵嗎 有啊 我就是因為那集哭之後就被罵爆啊 但因為第一季其實說實在 你應該有一點挫敗感 那你怎麼會願意接第二季 就是覺得第一季就是表現得這麼不好 是不是應該平反一下 雖然就是覺得第二季好像也沒有真的厲害 有啦有啦第二季大家至少有比較好 比較多好評 比較少人罵我了 今天邀請你來我們節目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你加入了綜藝王很大的固定班底這件事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讓我們在思考說 其實我們發現你是一個非常願意 踏出舒適圈 因為其實這個節目一開始 你應該有先去上過吧 有有 就已經其實已經不是算輕鬆類型的節目 對 然後變成固定班底之後 其實應該知道的時候會更辛苦吧 我覺得蠻辛苦的 因為 因為你要出去一整天 而且我們第一季其實算蠻輕鬆的 因為我們好幾次都是錄到半夜 就是一到早到半夜 對啊每天都天黑不是嗎 對啊每天都是已經是過12點喔 過晚上12點那一種 就真的算是蠻輕鬆的 我每次錄之前都很焦慮啊 你說錄完很大之前嗎 因為就是你要去外景就是兩天 然後我又是那種 因為我以前比較少外景嘛 然後平常都沒什麼在動 我覺得我算是給自己一個挑戰 因為我覺得既然就是完成大家給我這個機會 你說他們一開始邀約你的時候你有考慮嗎 我有想說我可以嗎 我是想說我做得到嗎 然後後來想說不管啊 反正人家都已經邀請了 就是代表是一個契機 那我就應該要去把握 然後去努力把它做到最好啊 就算我體能很差 但它其實也不是真的每一個關卡都是要用體能啊 有時候還有運氣的成分 所以有去燒香拜拜之類的 當在錄影遇到挫敗的時候 你會怎麼辦 我當下第一季的時候就是 因為我第一季其實是比較不熟悉這個所有的流程 就是比較不熟悉那個相處 跟哥哥 就是跟那個大哥還有威廉哥的一些相處啊 還有一些 就是錄一整天下來 其實有時候你的心理壓力會影響到你的心情 就是可能 那你有把他們兩個當大前輩在看待嗎 因為說實在他們兩個真的也算是 我覺得 老前輩 硬要講一下是老前輩有沒有 我覺得其實 在錄影的過程中 不會說真的把他們當成是前輩 嗯 會把他們當成是自己哥哥的感覺 因為我本來個性就是比較直接 然後他們也是啊 他們也不會拿那種演藝圈前輩的姿態來說 你應該怎麼樣或是他們也沒有那種姿態 所以其實相處起來是比較像是哥哥 那因為第一季其實說實在你應該有一點挫敗感 那你怎麼會願意接第二季 就是覺得第一季就是表現得這麼不好 是不是應該平反一下 所以雖然就是覺得第二季好像也沒有真的厲害 有啦有啦 第二季大家至少有比較好 比較多好評 比較少人罵我了 對 這是一個評判的標準是不是 但是其實我覺得也是 因為有第一季的經驗之後 第二季就會比較平常心 因為像我第一季可能就是會 好生心太重 然後你有時候就很想贏 但你越想贏可能會越做不好這件事情 對你壓力會更大 那第二季我就是覺得 沒關係就是平常心 然後你有努力去完成這些關卡就好 所以我覺得平常心也幫助我蠻多的 就讓我會玩遊戲比較自在 然後就會比較順 但是因為你在第一季的時候 其實那個哭的鏡頭 蠻多的欸 蠻多的對不對 然後有因為這樣被罵嗎 有啊 我就是因為那集哭之後就被罵爆啊 而且你知道那時候我哭的片段是 已經錄完了 大家都已經收工 已經洗澡 然後準備要睡覺了 然後是就是睡覺前的一個聊天 然後我就直接講出我的想法 然後看到我哭之後 紅隊馬上衝出來拍 就很像一個實鏡秀你知道嗎 所以那真的不是誰的 然後也是我真實的想要表達我自己心中的感受 因為我是一個有話直說的人 我沒辦法不開心放在心裡太久 這會影響到我後面的每一次錄影 然後你是會一直擱在心裡面的那種 我不能擱在心裡面 所以我才想說要講出來 因為在那個王恆大之前 其實跟你一開始的工作環境其實不太一樣 那你覺得經歷了王恆大這一段 你覺得對於你的人生有什麼啟發嗎 我覺得就是在工作上幫助比較多耶 你說可能有一些別的案子開始進來 對 然後那個曝光度也變很多 但你說啟發心靈上的好像還好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一個會一直去想一件很內心層面的事情 因為我是屬於比較跟著感覺 你不會想喔 如果是我會想說 他為什麼今天會講這句話 就是應該是有什麼原因 就是他才會 我第一機會啊 到後面就不會 現在就是Lady Go 因為已經知道他們的個性 然後就會知道說 其實人家講這個也沒有什麼意思 或是我講這句話 也只是講講之類的 就是大家會開一些玩笑或什麼的 OK 所以現在就是比較習慣了 就是在綜藝上面的表現 對